中子哥你好 那么久终于见到你了 一位老乡跑了一千多公里 拉了一尾箱的石头 先看看石头吧 反正这种的话打灯是绿的 没有种 这种看视频时间长了就会知道 不行 然后这种呢 皮上打灯应该是没有表现 有点大啊 看看这块吧 这种窗开出来水头太短了还没有 这种的话就切了一刀 新长了嘛 这种大家就很明白了嘛 包括现在这么大的 黑色的地方是写 这种就跟刚刚那个一样了嘛 水头稍微长一点 但是没有种 看皮 这种就是那么偏长的山料一样的 大白石头 春料 但是呢 种不够啊 这料子这么大个头 不便宜 是吧 是不便宜 看看头子里面的吧 这种就要注意了 岩丝和缝 这种就是切过一刀的 这面皮就做了嘛 肉的话有一点点种 种水不算好 水头过得去 做东西也能做 做出来的话就是价值不高 这两块就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你看两个皮一模一样的 来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很整齐很整齐的 就得注意了 最好就不要碰了 这块像会卡的料子 但是鸭蛋的水头还是够短的 这个料子没有种 而且裂还多 黑石头 不用看 真的 这种皮一看就知道是公斤料了 这个地方大增一点点表现 你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点点水头 但是看着有点绿 对不对 对 油青啊 这种会卡的料子 你说会卡的料子天生水长 但是短成这个样子也是不容易啊 我们随便带几块 切一下 对 切一下嘛 这样这个东西我也不挑 你想切哪几块 我就帮你切 或者说你买的价格稍微不算便宜的 我们随便带几块嘛 这块的话就是皮看的很老 开的窗 来 水头很短的 东西都差不多 说实话没有太大的用 但是呢 该切的还是切一下 你看看 这几块比较大一点的 可能要上油锯 油锯你也看到了在洗 这两块小一点的呢 我能拿水锯给你切掉 这个就比较有代表性了 也能够切出来给大家看看 提醒一下大家 买石头还是得谨慎 因为这东西本身就是说 我们自己切都是有一定的薄性 对不对 对 先把这两块切了吧 那就先切这个假皮吧 这种百分之百是假皮了 直接这边接个盖子吧 切厚一点吧 边切边工 来 你看得到 基本就是属于皮肉不分了 跟外面一样的 做东西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真的就浪费工费了 这个就是会卡的水短的石头 也是这么切吧 还剩一点 OK 开了 有一点肿 看到没有 但是里面很脏 水头也很短 打的有点泛滥 天空南一样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它是底子灰 做东西没有必要了 怎么说呢 你反正走过的坑 大家都走过 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我也是怎么走过来的 大家都一样 你心里也不要去想太多 只是说以后大家玩石头 那肯定是要注意一个点 风险性 对不对 实在要玩的话 玩一点拖刹呀 小精品之类的 这种东西就是怎么玩 你基本都亏不了